哪个地方它有不同的这个产业的结构 就问我很冒昧一次打到答案 但如果真的就像这个现在世界又这么高 灵魂的话这个地方真的又缺的话 像你来讲你会想要主动去应征吗 做这个职务 我会应征 哪怕当一天也可以 问题是你没把做他的一个矿长啊 你这个专业还不对口 不不不 这个其实不需要专业 我觉得我们其实今天讨论的所有的问题 其实最后落实在一个政治责任伦理 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官员 是不是对这个本地的人民 还是人民啊 或者是对这个本地的这个发展 要承担起政治的责任来 如果有这么一个政治责任心的话 我相信就是你会想出很多办法来 就像我刚才讲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办法 我们其实要要要 比如说要监管这个煤矿 我们有很多办法可以使用 问题是说我们恰恰没有办法 督促这个官员去想这个好办法 现在我是说觉得问哲呀 问哲的背后这个主题词什么是监督 我们不要忘了这个问题 是控制官员 是监督 是谁用谁来监督 谁来问哲 我们如果用上级问哲的话 那就是很少的人了 他完全可以蒙 只要把媒体控制就可以蒙住了吗 对不对 他就会想 他肯定会想找一个非常理性的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对吧 你像我们如果我们是让人民来问哲 让人民来问哲 不过说我们想让地方人大 把地方人大激活出来 让他们来问哲 我的观点是我赞成官员付出 但是我质疑现在官员付出的公正性 因为现在官员付出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悄悄的付出 而且是不成文的付出 躲避这个媒体的社会的监督 按照我们就是 因为我是学哲学的硕士诚 从辩证角度来考虑 我们要辩证的看到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官员 他付出的 他被问哲以后 他被问哲的原因 不是由于主观原因 比如说贪污腐败 而是由于客观原因 比如说一些自然灾害 他们有很好的把握住客观规律 这样的话 可以适当地安排他付出 但是有个前进条件 要对社会公开 要经过媒体对社会公开 也就是说 比如现在都有一个公示期 可以说打算付出谁 我付出了 要告诉大家 打算比如打算付出 哪一个什么 就是比如市委书记 打算让他去挂着锻炼 接受社会的 或者投票或者干啥 就是让他通过以后 社会承认了可以了 就可以安排他去 到那里去挂职 我认为官员问哲的 他是一个手段 他不是最终的目的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来第一排 第一位请 首先我要进行三个反对 第一我要反对 我方阵营的中间一位老师 我觉得我们的制度 目前来说 我觉得基本上是失效的 就像老师所说的 就是一些矿难发生的大省 你就是再问责 从03年到现在 问责了这么多年 情况又怎么样呢 这是我第一个要反对的 第二个我要反对 秋风老师 秋风老师 他曾经有一个观点 就是让我感到很震撼 就是说一旦有所谓的污点 就stigma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付出了 我觉得这个 秋风老师的观点 是可以理解 但是有些绝对 第三个我要反对 第三个呢 张老师 张明老师 我觉得张明老师说的 我觉得他谈的这个 人民的监督 我觉得这个 这个理念 这个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所以这是我的三点反对 好 谢谢 谢谢 好 来 回到这边 秋风来 秋风来回应一下 我回应一下 他的这个对我的反驳 实际上我想还是回来 我想王欣欣教授 刚才讲的一个制度的逻辑 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制度 就需要有一个问责的机制 或者说是需要一个 对人民承担责任的机制 我们现在这个问责的机制 就像刚才张教授所分析的 我也同意 是一个自上而下的 这么一个问责的机制 那这个问责机制里面 我想对人民要负责任的 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让他永远没有付出的机会 只有这样人民才会满意 但是假定我们回过头了 我们刚才张教授 其实也提出另一个 这个问责的机制 这个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 问责的机制 由人民的大会 由人 你这个官员本身是 由人民选举产生的 或者是说由人民选举产生的 这个官员委任的 是吧 这两类的这个官员 政治性的官员 那么对于他来说 其实说实在话 就不需要 没有什么免去啊 什么这一类 没有这个说的 如果你出现了问题 你自己就要引咎辞职 自己滚蛋 讲出科学院走人 完了之后 如果人民下一届再选举 然后你还是候选人 然后人民照样举了手了 那你照样当你的这个市长 或者省长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你已经有一个程序 民意的基础了 就刚才张明老师一再讲 我们今天用张老师的话来说 就是要防火防盗防记者 他是在强调就是 地方官员在应对这种问责事的时候 采用的一种防御性的逻辑 但是从这种防御性的逻辑推开去 其实正好让我们看到了 今天民众的引进 以及通过这些引进来监督的力量 是巨大的 原来媒体不给报 现在我们媒体 越来越多的涉及到这个方面 而且不仅仅如果 而且我还提醒 我们现在不仅仅仅仅仅仅记者也没用啊 互联网是防不胜防的 所以许多人在网上一捅出来 许多事情还是得曝光 这里在我看来 从制度的操作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问责程序的启动 谁可以抠动这个扳机 假如你信息的控制非常严格 这个扳机它上面不扣动 就动不了 但今天不是 尽管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问责 但是扣动扳机的这种主动权 不是被上面垄断的 行之后则之 我认为在未来 肯定会发挥多多的作用 你看这些官员 所有都裹在一起 这一国会 这种所谓三无的官员付出 就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在美国跟日本跟韩国 就你所掌握的情况 有哪些值得参考 无论如何我们谈到这里 我们还是希望以建设性的脚步 跟思维来看待 接下来录到底应该参考什么样的 包括境外的跟海外的例子 来建立符合我们内地独特的国情 这样的一个问责机制 而能够完善它呢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 换个思维 来看看大屏幕 大屏幕的接受这位嘉宾呢 他是来自香港 也是香港特区政府 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 曹万泰先生 他的背景是什么 他曾经在香港担任过 资深的政务人员 那么先后在连镇公署 等重要部门任职 同时他也曾经担任 副公务员事务司 相当于后来的公务员事务局的副局长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来讲 他也有相当经验 听听看 他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香港政府怎么做的 请看大屏幕 政治任命的人士呢 他主要是 他的问责是两方面 第一个肯定是要向这个厕守问责 同时也更加重要的是 他要面对老百姓 过去我们也有这个情况 就是立法会提出一些议案 来批评某一些官员 这个也是非常有效力的 这个公务员 他们如果是做了这个违规的行为 撤职之后 他们不能再参与这个公务员的行列 这个主要官员 问责制的官员 如果他们在任内 他们因某些事情提出辞职 之后他们离开了政府 一般来说 他们就在政府的这个工作呢 已经完毕了 我们有这个问责制 开始到现在 从来没有一个 离开过 这个在他们的岗位 离开的主要官员 在出任其他的岗位 好 OK 这是刚刚所看到香港的 这个是曹先生 只不过我必须说明一点 他刚所提到的那些人 不是泛止所有香港的公务员团队 他指的是高官问责 也就是高官问责是 董教堂时代 特别针对是特首 所任命的这些人 所以他是高官问责制 局限在这部分来做补充 不过这一点来讲 对于我们 有没有一些值得启示 跟反思的地方 秋风 我觉得确实 刚才听香港的前官员 他讲的这个 是前官员还是现官员 他确实有一点很有启发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公务员必须分类 就是有政治任命的官员 和一般的 我们所讲事务性的官员 这个应该有不同的问责机制 我想我们这个 就是把你看这些官员 所有都裹在一起 这个一国会 这个本身 公务员制度本身不合理 是需要改革的 那还有一点 就我们这几个机构 政治性的机构 包括也包括我们党委 就地方的党委 怎么样去问责 对这个官员 行政官员 进行政治性的问责 我想如果我们 把这四五套机制 都基本上能让它 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的话 就可以牢牢的 把官员控制住 让他们为人民可以大胆的做好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